第137集 当小皇门来宣他二人进殿时,少商已恢复了冷静镇定,将泪痕擦得干干净净。 除了眼眶略红,并无益处,不过对于一个未婚夫刚刚捅破天的可怜小女子而言,这也算正常。 三皇子神奇地发现,女孩就跟变了个人,向皇帝和诸臣行礼时,又恭敬又谦卑。 声音中甚至带了几分畏惧,好像刚才那个在店外砸欲绝骂皇子的人不是他似的。 穹顶上游池吊筑高悬,周围每隔三部就列有一盏等人高的十二叉莲之灯,将整座大电照得如白昼般明亮。 自御座以下,左右两排暗关制作了约二十位大臣,其中大多数少商都见过。 三分之一还是熟面孔,皇帝侧坐在御座上怒气冲冲,左边是拉着他袖子游在哭求的催吼。 少商心想,皇帝对凌不宜还是念情的,只宣建这么些人,还有好几个是能带节奏的心腹。 若是召开大朝会,一旦群臣珊呼海啸请陛下处置灵不宜以正国法,那就不好下台了。 陛下,那数子就算犯下滔天大错,您也要网开一面啊。 少商和三皇子进殿时,正听见崔又胡着鼻涕眼泪说出这一句。 少商叹息,人和人真是不同的,同样是受了欺瞒,被蒙在鼓里,甚至到此时,崔又还稀里糊涂不知究竟。 但他想都不想,爬下病榻,就来为灵不宜求情。 也许,他真是个天生薄情之人吧。 三皇子大步走到崔侯身旁跪坐下,皇帝没有看他,只朝少商招招手。 少商便跪坐到皇帝右下方位置上了,然后借整理衣袖之机偷瞧上方玉座,不免正了下。 黄老伯自来性情和善,哪怕坐了龙椅,也不改本性。 在长丘宫时,多是和颜悦色,在岳飞储偿是无奈玩耳。 便是在上书台,也不过多了三份闲散的腹黑,因他睿智过人。 三分腹黑,也基本够收拾朝政的了,遇上重大国事,再添几分计谋就是了。 然而此时,皇帝周身散发着难以消散的戾气,浓眉紧锁,面色沉黑,眼中怒意难化。 就是三公九卿一起叛变投敌外家皇后,越非要跟他离婚,也不过如此。 少商暗叹一声,若是往常,他绝不敢去碰皇帝的眉头,可现在,哪怕黄老伯怒气冲天,他该求的还得求。 崔侯还在哭哭啼啼,汝阳王世子站起来,怒道,启禀陛下,您是知道臣弟的。 从来与凌家不来往,承阳侯夫妇几次要宴,折都勒令家小不许过去。 若不是为了纯于世和灵异那点破事,阿父与阿母也未必闹到后来的田地。 可是,他深吸一口气,气恼鄙夷是一回事,杀人放火是另一回事啊。 或夫人再委屈,他灵不宜,也不能为这替母亲暴躯,就是妇啊。 是杀生妇,天理难容,家母气的一日不曾进食,简直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这样狂悲不堪之事。 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周围响起一阵赞同之声。 皇帝莫不作响,于侯笑笑道,世子莫要激愤,且先坐下。 诶,对了,汝阳老王妃身体如何? 半个月前,我听说老王妃已经水米南进了。 汝阳王世子一致,家母前几日起有些见好,饮食,饮食如常了。 于侯笑咪咪的呕了一声,原来如此,甚好,甚好。 汝阳王世子不悦,于侯这是何意? 于侯笑而不答,吴大将军接过来,于大人的意思是,为免人家觉得你欺君妖赏。 诅咒尊亲早死,以后还是等真的病危了再禀报得好,世子莫瞪我。 我这是为了汝阳王夫好啊。 汝阳王世子面孔仗红,其实他真的跟林家没什么交情,不过老娘终究是自己亲娘。 当初乌乎哀哉地躺在病榻上,气若犹思,只是一遍遍求他向皇帝禀告,他怎能不同意? 家母之事,并非汝阳王府有意欺瞒,时事,时事未曾料到,汝阳王世子神情艰难。 陛下,家母是个糊涂的,可是玉昌郡主无辜啊。 他年少守寡,一直贤疏自首,从无半点招摇跋扈,好容易说上了亲事,如今却,却。 说着他竟哽咽了,血案之后,淳于氏母子连夜逃到家母处,直如惊弓之鸟啊。 幸亏淳于氏与家母交往亲密,十几年来养有信歌传书。 昨夜家母的信后立刻派家将钱去搭救,此时,此时女营便又要守寡了。 一名胡须有些歪斜的肥壮臣子,疏然力气,高声道,世子说的是,谁人无亲,谁人无故。 陛下,臣也不遮着眼着了,我妹妹是零老二的续贤。 前些年事倒乱,她连着死了两个狼婿,好容易嫁了零老二,也算夫妻和睦。 谁知一夜变故,她又成了寡妇。 如今她正在家里寻死密活,臣跟谁说理去? 灵不宜要为亲娘抱屈,冲着灵异去就是了,何必赶尽杀绝,连龄老二、龄老三,也宰了。 莫不是狂兴大发,嗜血成性了吗? 大月喉咒没到,你不要耸人听闻。 真的嗜血成性,赶尽杀绝,你妹妹的几个孩儿怎么还好好活着? 还不快快坐下。 另一位黑脸唐身刑略矮的大人不愤道,他灵不宜杀的也不少了。 灵老二和灵老三的几个大儿子,可是死得死伤得伤。 钟月喉道,刀枪无眼,对阵之际你死我活,哪里顾得上谁的儿子,谁的狼婿? 黑脸大人一顿,怒冲冲地坐了回去。 少商立刻明白这黑脸的女儿,估计是嫁给了灵不宜的某位堂兄。 一位面白少须的大人,直起身体,朝侧对面的继尊道,继大人,您是廷尉,不说两句。 灯火之下,继尊脸上尤其显得沟壑纵横。 只听他道,昨夜灵不宜犯下树桩大罪,是妇,矫照,弄兵,欺引东宫,祸乱朝政。 不论灵是夫妻的恩怨,不论灵是父子的恩怨,老臣今日只问国法王律。 若这些罪名一一确认,灵不宜便是罪当万死。 少商案叫一声糟糕,将还是老的辣,继老儿才是妾众要害。 催喉一下力气,指着继尊急切道,继老儿,你你,子盛也是看着长大的。 他十四岁时,还你是教他看刑案律例的,他如今在山崖下苦苦挨着一口气。 你怎能落井下石,说着他忍又哭了出来。 继尊身如老颜,面色阴益森然,步伐一言。 那白面少须,的大人直身向皇帝台币作医。 陛下,亲亲相隐是为人之常理,诸位大人也是关心则乱。 何况国有国法,灵不宜纵然有千般的苦衷,也不该弄兵乱正, 差点闹得六处,均嬴造乱。 若今日陛下不予处罚,陈维恐将来祸患不断。 大司空蔡允拍着大腿,赞道,此话有理。 那歪胡子大人似乎得了灵感,也扑得痛哭起来。 陛下啊,臣知道您念着霍家旧情。 可是灵家三兄弟,也与我等几十年故旧了,他灵意虽然文弱,可也是一刀一枪,跟我们从封线拼杀出来的呀。 如今,他家差不多被灭了门,您不能不给他们做主啊。 陛下,灵不宜连自己都亲生父亲都能杀,可见梁宝歹毒,禽兽不如。 您千万别念着对他的养育之情啊。 然后其余十几位大臣也纷纷响应,或呼吁,或哭泣。 你们说够了没有? 一声高抗呵斥响起,众人连忙扭头看去,只见三皇子呼得抱起怒吓。 三皇子面罩寒霜,冰冷般的目光一一扫过重沉,翻来覆去就那么点化。 与今日上午有何不同? 身为陈公,不思昨夜之事其中的蹊跷,只知道顾着自家姻亲,唧唧歪歪,家产不清。 要你们何用? 你领的,究竟是朝廷的官制,还是他邻家的? 在三皇子的震慑之下,众臣一时竟然齐齐晋升。 皇帝微微转头,神情复杂地看了自家儿子一眼。 两位岳侯看向外甥的目光,既骄傲又为难。 于侯微笑不语,老神在在,吴大将军很熟练地将于侯坐前的淡酒挪到自己面前。 少商想,若是要比威势和气魄,一串太子捆起来都比不过三皇子。 子圣自小养在长秋宫,父皇悉心栽培,我等手足相待,哪怕就是个瞎子。 也看得出他将来虔诚似锦,不可限量,他疯了还是傻了,好端端地跑去灭自己父祖满门。 再让你们这群笔瞎子,还不如地来声讨他。 你们倒是捡起许久不用的脑子想想,以子圣沉闻老成的为人,他究竟为何要做这等匪夷所思之事,剩余在这里喋喋不休,老调重谈。 三皇子吼声如雷,气势如红,压得如羊王柿子等人头都抬不起来。 催喉一面开泪一面道,三殿下说的是,这其中必有蹊跷。 过了半晌,那白面少须的大人才试探道,敢问三殿下,殿下以为其中有何蹊跷? 姑不知道,反正姑知道,其中必有隐情。 至于什么隐情,难道不是该你等思量的吗? 不然要重臣何用? 三皇子简直蛮横的理直气壮。 邵商继续叹息,不知哪位大神曾说过,君臣好比妻妾,不务实际的读书人们,好比自以为是的男人。 男人总盼着妻妾和睦,荣荣其乐,然而那只是传说。 事实上,不是君强陈弱,就是君弱陈强,先少例外。 不过相比太子,连几个中等陈弓都应付不了,三皇子的强势显然爽多了。 大司空蔡允看了于侯一眼,于侯微不可查地点点头,蔡允拱手道,是起仓促,众说纷纭。 不知三殿下有何见解,不如说出来给陛下和于晨等听听。 邵商暗骂,老滑头,果然和你未来的侄女婿天生一对。 三皇子对目前气氛表示满意,不动声色道,成事,你来说,昨夜是你告知父皇子圣要去凌家别院之事,你是如何得知的。 这话一说,众人的目光齐齐设向自进殿后一直默不作声的先弱女孩。 那位白面少须的大人道,原来是成小娘子啊,凌不宜是你未来的郎婿,你今日莫不是要来为她说清。 三皇子抢过话头,是才丁大人还说,亲亲相隐,是为人之常情,成事就算想求情又如何。 丁大人一言,傅道,成小娘子,凌不宜虽犯下滔天大罪,可毕竟与你有殷亲之蒙。 你昨夜怎好出告她的罪行呢? 那是因为殷亲还未成,成事先顾着自己,傅兄家族又怎么了? 三皇子不耐烦道,众臣,道理都被你说完了,自然我们都不敢怎么了。 于侯倾笑一声,出来当何事老,丁大人稍安勿躁,先听听成小娘子说什么。 成事,是不是子盛对你说出了内情,你尽可依依道来。 催侯一个劲道,没错,少商你说吧说吧。 少商就像个惶惑无依的寻常小姑娘一样垂着头,在昨夜之前,子盛大人并未对妾身说过什么。 余侯一道,那你如何知道子盛昨夜会去城外,又如何知道他要对父族不利? 其实妾身心中对子盛大人的疑惑,由来已久。 小姑娘缓缓地抬起头,柔弱地目光求助般地划过下手朱尘。 难道众位大人从未觉得子盛大人身上有些奇异之处吗? 众臣,你都这么说了,我们怎好说自己什么都没察觉,当下便高低不一地含糊了几声。 记得那回在杏花别院,侍奉或夫人的阿尔告诉妾身,或夫人对儿子溺爱得很。 寻常高一点的地方都绝不许趣的。 可妾身分明记得子盛大人曾说过,他年幼时,父亲时常会将他举高抛街玩耍。 诸位大人觉得奇不奇怪? 少伤道。 众臣心道,这有什么奇怪的? 听你一个毫无见识的身宅小女娘在大殿上说闲话,才是奇怪。 最后还是吴大将军开口,哪里奇怪,两件毫不相干的事吗? 非也。 少伤有些无奈,倘若霍夫人连梢高处都不许儿子去,怎会让灵侯时常将儿子举高抛街呢? 众臣一愣,丁大人道,或许霍夫人深信郎序不会摔伤孩。 或许灵侯背着霍夫人与儿子玩耍,这不过是内宅妇孺小事,有什么值得纠缠的? 大家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皇帝忽然开口,不对,君华数年不遇,得之不易,对儿子看得极紧。 即使在家中,灵异也从来不敢举高抛街儿子。 少伤,你接着说。 众臣一愣。 少伤恭敬的作依,若只有这么一件,妾身也不会疑神疑鬼了。 敢问大将军,您知道当年霍夫人母子失散后,是怎么回来的吗? 吴大将军不解,你这是,这是何意? 不是说,灵异续嫌没多久他就找上门了吗? 还闹得不可开交。 这又怎么了? 少伤反问,于侯,您也是如此听说的吗? 于侯道,难道不是这样? 不对啊。 催又大叫起来,君华不是自己找回来的,是我把他接回来的。 皇帝也面露亚异。 那歪胡子大人道,怎么会,我听家里妇人说的,也是霍夫人自己寻回来,还对灵异又打又骂。 说他没良心忘记了,他们母子的死活。 催又叫道,不对不对,那两年,君华一直躲在乡野,若不是我无意中听到乡人议论。 一路找过去,君华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这这这,这陛下知道啊。 群臣议论纷纷。 于侯若有所思,高声道,诸位且静静,听我说,当年功伐激烈。 陛下身边的将领成功甚少得闲。 或夫人失散回来时,我正在和西游睡几位名士,老吴和其余将领也各有差事。 事宜我们都是事后听说的。 皇帝点点头,没错。 那时,朕身边只有正在训练斥后的催又。 灵异则是刚办完婚事,还未离去,君华的确是催又找回来的。 吴大将军心思不如于侯细腻,依旧道,这又如何? 少商急切地望着催又。 催叔父,您自小与霍夫人一道长大,您不觉得当年之事好生奇怪吗? 灵侯又不是从来没纳过妾,犯得着因为纯于事就要死要活吗? 当时纯于事已有身孕,霍夫人假意答应了,以后慢慢想办法将纯于事赶走就是了。 他以前又不是没干过,那黑脸堂的大人高声道,我是饶县人,可也听说霍夫人素来暴力乖张,脾气急躁。 以前霍冲将军活着,他当然可以慢慢折腾机械,可是后来霍冲将军过世了,他没了依靠。 可不得要死要活的吗? 少商道,不对。 当时霍夫人的急躁暴裂不同以往,并非纯于事不进凌家门就成了,而是非要杀了纯于事不可。 世子殿下,这件事您应该知道。 汝阳王世子看见君臣们都将目光射过来,急忙道,没错。 阿母以前常说,霍夫人心狠手辣。 当时阿母见陛下联系霍家满门忠烈,已经决定退一步算了,打算等纯于事生下孩。 给他另寻一个如意郎婿,纯于夫人也答应了。 谁知霍夫人不依不饶,定杀了纯于夫人不可,这才闹到最后决婚的。 店内一时低语纷纷,白脸钉大人缓缓道,依旧是细枝末节的小事。 找回来还是自己回来,有什么要紧的? 逼着灵侯舍弃淳于事还不够,霍夫人非要杀之而后快,闹到后来决婚疯癫,说不得。 那时他就已经疯癫了。 催侯正要骂回去,邵商抢着道,若是霍夫人没疯呢,若是他从来都是装疯呢。 店外凭空一记春雷乍响,众臣连同皇帝一起惊恶难言。 外面发出嘀哒之声,原来已经嘻嘻力力下起春雨来,三皇子惊呼,不好,子圣还在山崖底。 父皇,他哀求地去看皇帝,皇帝只盯着邵商,你说下去。 邵商胸口顿顿地发痛,继续道,与子圣大人定亲后,家母曾去打听过霍林两家的往事。 听说的也是霍夫人自己寻回去的,恐怕,整个都城里大多人都是这么听说的。 也是无人在意,切身想,只要有心之人细细打听,就会发现霍夫人自己寻回去这个消息。 其实就是杏花别愿放出去的。 崔佑张口结舌,你是说,是君华自己干的。 这这这,这是为什么呀? 崔叔父,您想想霍夫人临终前的样子,您真觉得他疯了吗? 邵商眼中韵泪。 崔佑回忆那夜情形,耳边是霍君华那一声声痛彻心扉的凄厉叫喊,我是瞎子,是蠢货。 我要是嫁给你就好,他如遭雷击,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皇帝整个人都转了过来,对着邵商道,还有吗? 有。 邵商沉着应对。 这些年来,子圣始终不能侍奉或夫人膝下,陛下应知其中缘故。 皇帝道,自然知道。 因为君华每每看见子圣就会想起灵意,疯癫之症便会雪上加霜。 陛下,您仔细想想,您真觉得子圣大人和灵侯相像吗? 邵商大声道,皇帝开始呼吸不稳,同仁放大。 邵商大着胆子,直视皇帝,切身觉得子圣大人和灵侯一点也不像。 他明明像的是霍夫人,而大月侯曾说过,霍夫人与其兄霍冲将军面貌酷似,是已。 是已,子圣真正的像的,应该是霍冲将军。 三皇子脱口而出,邵商回转身体,冲着众臣道,妾身年幼,然而诸位大人多是见过霍冲将军的。 妾身斗胆请诸位细细回想,子圣大人的样貌究竟像谁? 殿外又是一道春雷响起,如重锤敲打在众人心中,个人的面色变化精彩分成。 把话说完,皇帝喘着气,双手紧紧捏着扶手。 妾身心中隐隐有了猜测,可是不敢诉诸于口。 直到昨夜,子圣大人亲口与妾身说,他不是灵侯之子,而是已逝的霍侯之子。 当年重兵围困孤城,灵侯里通外贼,害死了霍家老小,他昨夜所为是为了报仇雪恨。 此话一出,殿内此起彼伏的一啊惊呼之声,便是从来气定神贤的渔侯,也大惊失色。 从座位上直起身子,吴大将军更是趴搭一下打翻了九尊。 大月侯于新潮起伏之外,还格外看了少商一眼,心到这小女子倒是聪慧明锐。 若她上来就说出这事,恐怕人人都会痛骂她,胡言乱语。 可她先是示弱,然后层层递进。 缓缓相扣,将殿内所有人的心绪都引至关翘处,然后一记重锤击下,最后收到奇笑。 惊恶一阵后,殿内气氛仿若被点燃的隐信,滑得炸裂开来。 歪胡子大人怒而立起,胡说八道。 这件事我从未听闻,当初霍冲镇守孤城,以区区数千人马挡住了二十万蛮假贼。 我等都十分敬佩感激。 可也不能因为灵异没死在守城战中,就说她里通外贼啊。 黑脸堂大人叫道,正是,霍冲将军腾。 爱获夫人,灵异又不善征战,是以每次上阵,霍冲将军都将灵异放在身后安全之处。 不叫她涉嫌,这我们都知道。 那座孤城被靠巡洋山,灵家三兄弟被安排在那里看管粮草。 城破之后,灵家自然也是最后才撞上敌军的。 崔侯面色狂乱,大叫道,全城的守军都死了,连霍家妇孺都死了,凭什么灵异还活着? 他们全家都活着,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 汝阳王世子轻声辩驳道,不是因为我们的旧兵去得及时吗? 城破后才半日,吴大将军就率兵赶到了。 吴大将军道,话不能这么说。 守城道最艰难之时,哪还顾得上前军后军? 冲锋还是殿后? 但凡将士兵钉一盖上抢守城才是。 我当时就有些奇怪,若是妇如老幼,被安置在城后巡洋山下,还有些道理。 可灵家三兄弟极其不取皆是壮拥,怎么还躲在那里? 中月猴嘴角一歪,莫不是灵异贪生怕死,躲着不肯出去。 歪胡子大人游子吼叫,你怎能血口喷人? 说不得灵异是在保护妇如。 催猴痛骂道,姓武的,你也久经战阵,你也守过城,现在装什么大头算? 一旦城破,妇如艰难幸免,还留着人手,保护什么妇如,当然是上城墙抗敌啊。 我知道,你们兄妹多年来相依为命,情义深厚,可你也不能昧着良心啊。 什么昧良心? 若灵异真的里通外贼,难道我会手下留情吗? 可如今,单凭灵不移的只言片语,你就要给灵氏一族定下死罪不成。 没错,十几年前的事了,灵氏三兄弟又都死了,如今死无对证,还不是由着人说? 那也不见得,就算灵侯兄弟活着,难道他们会老实承认自家里通外贼? 那时正是咱们陛下最艰难之时,灵异若真的背后插上一刀。 罪名可比彭真什么的厉害多了。 费这么多话做什么,有证据说证据,没得别东拉西扯。 好了,三皇子忍无可忍,历声大喊,父皇还在这里,你们胆敢军前失疑。 众臣不甘不愿地坐了回去,同时去看龙椅上那位的意思。 谁知皇帝不知何时,以整个人倚在扶手上,一手覆面,手掌下泪水滚滚落下。 群臣哑然无声,原来,他不是阿黎,他是阿征。 皇帝缓缓放下手掌,露出满是泪痕的苍老面孔,阿征比阿黎大两个月。 阿征生下来,就活蹦乱跳,见人就笑。 可是,阿黎却体弱细受,于是君华硬是要走了阿征的名字,灵不宜,祸不宜,呵呵,呵呵。 见此情状,于侯等人已是心里有数,而那几个一直替灵异说话的臣子,则是一惊。 绍商静静地擦去泪水,心想,原来他叫阿征,征是一种上古奇兽,可不而勇猛。 那位白面丁大人,一看情况不对,连忙道,陛下先不要断定此事,自来生就相向。 灵不宜生的酷似霍冲将军也没什么奇怪的,可若他真是霍冲之子呢? 于侯打断他,吴大将军接上道, 是啊,英烈之子,就这么白白死了吗? 汝阳王世子抱着脑袋,哀若道,你们二位大人也与灵是有殷亲之意啊,怎么不替灵家说话? 于侯摸摸鼻子,微笑道,我与那位足弟并不熟,他的女儿我见都没见过。 老吴你来说,娶了灵家女儿的可是你亲堂弟。 算了吧,吴大将军不无嘲弄,我年幼家平时,没见有过亲戚来接济,那会儿我还以为亲戚早死光了呢。 待我混出些名堂,亲戚到一窝一窝的来寻我了。 我都稀奇了,莫非人一飞黄腾达,亲戚也会跟着多起来了。 大司空蔡允与两位岳侯哈哈大笑,那位丁大人面色难看。 吴大将军道,我虽也是景生俊出来的,可与霍冲谈不上交好。 盖因我脾气暴躁,爱杀人斗殴,他老妖鼠罗我,是以我不爱和他亲近。 丁大人几个脸色渐渐豪起来了,但是,吴大将军接着道,当年镇守那座孤城,谁都知道是九死一生,本来该我去的。 可我担忧老母无人奉养,就这么迟疑了半日,就听说霍冲领命走了。 这些年来,我常想,倘若当初去的人是我,那些同僚们见我死了,是会关照我的老母孩。 还是踩上一脚呢? 殿内再度安静,无人敢接话。 大月侯昼梅道,胡说,你是打先锋的性子,哪里能守城了? 吴大将军不阴不扬道,我爱打先锋,你是读书人,老虞只有嘴管用。 可总有旁人能守城啊,怎么当时不见人自告奋勇啊? 那几个替灵家说话的武将都不响了,于侯扯动嘴角,看来你是长进了,知道迂回说话了。 白面孔的丁大人有些撑不住了,额头出一层汗层层的油光,对着皇帝高声道, 陛下,请再听臣一言,姿势体大,切不可轻率断定,灵不宜是哪家子兮啊? 难道灵猴连自己儿子都不认的吗? 这么多年来,从未听灵猴有过半点疑问啊。 大人是才不是说自来生就相像吗? 说不定灵猴之子阿里长得也像霍冲将军。 是以相差两个月的外兄弟俩本就有七八分相似呢? 少商戏声戏气道,丁大人冷不防备拿住了话柄,怒道, 在相似,灵猴总不会连自己的儿子的都分不出来。 催猴恍然大悟,随即道,所以君华才躲在乡也不肯回来, 他是想多等几年。 等子生的模样差别大些再回来,谁知才一年多就被我找到了。 他也不是真的要杀纯于世,而是要将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然后借机与灵猴结婚。 这样灵猴见不着儿子了。 丁大人冷笑道,催猴不要自以为是了,陛下与霍冲将军何等情谊,霍夫人为何要躲藏几年? 直接将原委告知陛下便是,难道陛下会不为他做主? 若灵意真害死了霍冲,一百个灵士也被足诛了。 催又一时语色,因为,霍夫人担忧,没人相信他的话。 今夜吵闹至今,大月侯第一次开口说话,众人接去看他。 他重复了一遍,因为,霍夫人以为没有人相信他,那回沉寐欲显,陛下曾说过,此生再不相信霍夫人的话了。 是以,霍夫人打算自己搜寻灵猴通敌的证据,少伤痛苦地闭了闭眼睛。 天底下没有那么多料是儒神,更多的只是阴差阳错,霍夫人不是个聪明的人。 他只是,做了他以为最好的决定。 丁大人眼神一动,冷声道,我虽在饶县,可也听说过,霍夫人自幼爱扯谎。 当年光是诬陷月娘娘的流言蜚语,就何止一心半点。 霍家训诚时,林不宜才五六岁,倘若霍夫人因为恼恨灵猴建议思迁,日日对幼儿扯谎。 而林不宜信以为真了呢? 众人仔细一想,还真有这种可能。 催侯大怒,高喊道,子圣明明是霍冲之子,报仇雪恨天经地义。 丁大人不退不让,若林不宜被霍夫人欺瞒,以为自己是霍冲之子,实则为灵氏子。 那他还是犯了是父之罪。 另一人道,既然灵氏家人都在寻阳山中躲避,养家孩又是如何调换的呢? 总之,这件事一律重重,臣请陛下慎查。 少商觉得自己的手脚有些发寒,眼前模糊,触觉都有些迟钝了。 他没力气作戏了,努力提高声音道, 陛下!皇帝似乎在思索什么,满脸沉思之状,听见呼唤才醒过神来。 少商含泪叩首,才道,陛下,妾身今日终于明白子圣大人的苦衷了。 他的目光慢慢划过殿内众人。 时过境迁,子圣大人非但对灵侯通敌之事没有证据, 甚至连自己是何人之子都无法证明。 灵侯死了,那叫死无对证。 可若是灵侯活着,他依旧咬死了子圣大人是他的儿子。 儿子又怎能是父呢? 妾身终于明白了,子圣大人的确是走投无路,昨夜才行此下策。 听到这里,三皇子总算听明白了来龙去脉,心中难受得连连垂腿。 催喉痛哭道,子圣,可怜的孩儿啊! 沉默许久的,既遵呼起身道,陛下, 灵不宜究竟是何人之子,尚且无法断言。 可是,哪怕有个万一呢? 万一他是祸,朕有法子证明。 既老儿话还没说完,皇帝忽然出声打断, 众臣或惊或喜或慌张地望向他。 皇帝一手揉着太阳穴,另一手朝下面摆了摆,你们先别说话,让朕想想。 于是无人敢出声,殿内落针可闻。 过了不知多久,皇帝抬起头来,问吴大将军道, 你记不记得,霍冲兄长身上有个胎记? 吴大将军有些尴尬,陛下,臣是才说过,臣与霍将军不亲近。 然后,皇帝去看崔侯,崔又也为难道,霍冲兄长比臣大了好几岁。 臣在河滩上嬉戏时,霍家兄长都要娶妻了。 再说了,霍兄长那么讲究衣冠整齐,礼节周到,从来不肯坦胸漏背,谁也不知道啊。 皇帝眼光再一转,于侯和两位岳侯立刻表示我们是隔壁县的。 慢着慢着。 汝阳王世子一脸鸣思苦想,呼一拍脑袋,高声道,我记起来了。 霍冲的确有个胎记,就在他胸口。 那年他和陛下滚了一身泥回来,为怕阿母责怪,还是我偷来柴心给烧的洗澡水。 没错。 皇帝重重几掌,那胎记有两掌那么大。 霍冲还叫我们别说出去,因为他家族上有人曾因被看见了胎记形状位置后,然后受巫骨诅咒而死。 陛下好记性啊。 汝阳王世子不禁探服,那会儿,我们还不到十岁,一晃眼都四十来年了。 这点小事,陛下居然还记得。 那时阿征的满月宴上,我们都饮醉了。 皇帝记性极好,然而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酒醉之语,回忆起来难免缓慢,趴在酒岸上时。 霍冲兄长忽然说,阿征有个和他一模一样的胎记,不过大小位置不同。 记尊终于长长地输了口气,如此甚好,陈这就调派人手,将子圣从崖底就上来。 看看有没有那胎记就清楚了。 替灵家说话的众臣文言,不免心中忐忑。 若灵不宜真的信货,第一构不成是负大罪了,第二皇帝定然会保他性命。 那别的也不用说了,因为弄兵之罪属于可协商问题,皇帝若是死活不肯追究,谁也没办法。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崔侯与三皇子也一样忐忑。 于崔侯而言,灵不宜如果姓灵,那就是霍君华的儿子,他非得保护。 如果姓霍,那就是霍冲之子君华者,他一样要保护。 三皇子也同样不在乎灵不宜是谁人之子,反正与他交心亲厚的事,那个人就对了。 万一把灵不宜拉上来后发现没有胎记呢? 两人同时担忧起来,那胎记事不是在左脚脚踝处。 正当众人各自度长之时,殿内响起了一个柔弱的女子声音,正是少商。 皇帝慢慢立起身体,定定地看着女孩,殿内众人一起注目。 少商仰头回忆,嗯,是一个小小的虎头,却投生了三个耳朵,只有两寸大小。 他想起了那夜在小月山下,外面细雪飘飞,帐内炉火融融,他用温水细细地为他灼足。 皇帝一个亮呛,剧烈激动之下,差点跌倒,三皇子连忙上前扶住。 没错没错,正是一只三耳虎头。 皇帝喃喃道,然后一叠声吩咐起来。 来人啊,来人啊,快将那小畜生从山崖下台上来,不能伤了手脚头颅,快快。 崔佑,你去看着他们,给朕把那小畜生好好的弄回来。 再带几个最好的试衣过去,那树子一日一夜没进水米,要慢慢来。 崔佑,朕交给你了,朕要拎他去他父亲灵前,先痛打一顿,问问他是不是狗胆包天鬼迷心窍。 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非要铤而走险。 此时三皇子终于心中大定,而丁大人一干人,已是面如死灰。 只有那个脑子拎不清的歪胡子大人还在啰嗦。 陛下,那还有撕掉兵族之罪呢? 皇帝的回应是,用力摔过去一个流金九尊,直接将那人砸得抱脚痛呼。 然后皇帝破口大骂道,不如。 朕给阿征抵罪,你看行不行? 事已落幕,崔佑拖着祭尊,火急火燎地去救人,其余臣子也鱼贯退出大殿,三皇子落在最后。 回头时看见少商没有走,反而跪到皇帝跟前。 陛下,您别生气了。 子圣大人是聪明面孔笨度长,你以后慢慢教他就是了。 教什么教? 朕看他是刚愎自用,心狠手辣,目中无人。 陛下,不是这样的。 其实是才妾说错了一事,子圣大人不是走投无路。 要灭灵氏满门,还可以徐徐徒之,大可不必铤而走险。 陛下,您想啊,子圣大人迟早要未及人臣的。 他那么聪明,那么有手段,等到大权在握之时,慢慢炮制灵家就是了,这种法子多得很。 可是子圣大人不愿意啊。 这才几年功夫,灵异就结了这么多姻亲,等再过几年呢,炎玉昌郡主都是灵家心腹了。 子圣大人不是忌惮这些姻亲,而是不愿牵连那更多人。 陛下,您别气了,他就是这样的人,要么,就堂堂正正地拿证据,让灵氏明正典型。 要么就以血换血,手刃仇敌,大不了一死抵命。 那些阴损魔人的法子,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愿意。 您将他教导得很好,他不是坏人。 皇帝老泪纵横,恍惚间似乎看见了磊落鹦鹉的义兄站在面前。 他低声道,朕知道你的意思了,你先退下,让朕独自想想。 三皇子静静地站在大殿门后,相识这么久,他是头一回听见程少商这样说话,声音温柔中,还带着几分天真。 所以当少商走出大殿后,他默默跟了过去,没等他想好说什么,少商扭头看见他,然后喜道,三殿下吗?你别不声不响的,吓死我了。 对了,你是才听见汝阳王世子的话了吗? 淳于是养了信歌,还时常与老王妃通信。 三皇子傻了下,愣道,那又怎样? 昨夜出世时,灵侯独自钻了暗室逃生,淳于是则连夜躲去汝阳王府,连灵异的尸首都没受。 还有十几年前,淳于是答应过老王妃生子令嫁,您看他们,这是情深难易的样子吗? 既然不是,当初灵异为何非要娶出身贫寒的淳于是? 我听说,陛下年幼时,老王妃可算不上慈爱啊,与其讨好一个陛下不亲近的书母。 何不另取高门妻事? 有几回我看见他们夫妻相处,总觉得淳于是十分畏惧灵异,而灵异也对淳于是不假词色。 三皇子脑子迅速转动,脱口道,莫非淳于是捏住了灵异的把柄,灵异不得不娶他。 淳于是养那性格,与其说是传信,不如说是震慑灵异,叫他不敢轻举妄动。 少商再度叹息,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痛快,想想太子,哎,先不提他了,然后他高兴不到三秒。 就听三皇子道,这种细微之处也只有你们妇人才会注意到。 少商,三皇子沉吟片刻,淳于是应当知道灵异通敌之事,并有证据藏在别处。 不然这么多年来,灵异早弄死他灭口了,那么东西藏在何处呢? 这个少商也不知道,只能道,殿下不妨去问问淳于是,哎,不过这种通敌, 大罪,打死了也不能认啊。 一旦认了,淳于是母子,庶人都要糟糕的。 三皇子沉着脸,我这去审问淳于是,说着,抬不就要走,走前,看见少商摇摇欲坠,难得生出不忍之心,你别走路了。 我去叫人抬不撵过来,少商走不动了,扶着一棵树干,好,将我抬到长秋宫就好。 三皇子祈祷,你要去长秋宫? 他以为他要回家,你见到皇后怎么说? 少商嘀嘀地恩了一声,才道,娘娘从来不问我的,她只在我想说时听着。 她现在累极了,不想说话,不愿解释,只想要一个能包容她所有行为的温暖所在。 出了这么大的事,皇后都不问你。 三皇子觉得难以置信,昨夜灵不宜私自调兵,说白了,就是冲太子去的。 皇后居然能毫无芥蒂。 少商虚弱地笑了笑,殿下您不明白,您要追问我,为何不与子圣大人同生共死? 子圣大人要追问我心里有没有她? 父母手足要追问我何谓不至身世外,非要躺着浑水,只有娘娘。 娘娘,相信我做什么都是有理由的。 三皇子沉默了,其实他也很敬爱皇后, 可他要做的事,不可避免地要伤害那个善良的女人。 不撵来了,少商颤颤地抬不上去,三皇子不由自主地扶了他一把。 收臂时发觉自己手掌上竟有血迹。 他一愣,立刻看向女孩,你怎么流血了? 少商无力地捂着肩背,摇摇头,大概是伤口裂开了,父母没包裹牢。 殿下不必担心,皇后娘娘会照看我的。 三皇子胸膛起伏,换过几膝后,大声道, 你放心,等子盛回来我一定让他给你行大礼赔罪。 好好的弄伤你做什么? 不过,子盛那么喜欢你,以后一定对你言听计从。 不免缓缓抬起前行,少商回头笑了笑,苍白孱弱,殿下还是不明白。 我与他,我们没有以后了。 夜雨已止,夜风吹到身上被家寒冷,女孩已走远,徒留差异的三皇子在原地。 等即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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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